如果这两天你看微博 看朋友圈 一定被武汉红十字会欺诈了吧 但预知向对应的 是那个熟悉的 胖胖的声音 出现了 对 他就是韩红 韩红带着他的基金会 在八天内完成了三千多万元 善款的筹集 里面包含了像易烊千玺 谭维维 王一博等 在内的百余名文艺共同者 还有很多老百姓的安心捐赠 截至到当前 已经完成了六批物资的火速支援 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资和款项 也已经在路上了 甚至在非常偏远的湘线影院 都能看到韩红的慈善团队的声音 而更加值得称赞的是 所有韩红方面的物资和款项 全部采用直接通达式 什么是直接通达式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保质保量 保证速度 每一包方便面 都有详细的去处 这也使得韩红的慈善基金会 透明指数与满分的成绩 在全国五千多家机构中 排名第一 用韩红自己的话来说 只有把物资亲手送到赞命手里 才能放心 在很多人看来 韩红的演艺事业也是越来越好 但韩红却只能苦笑地说 这些年我一直在捐款 都快捐空了 我希望我能 多参加一些演出 从2008年 汶红发起了 韩红爱新救援行动 当即以个人名义 捐款330万元 并筹集275万元现金 和大量的物资 甚至还亲自带队 带领五人团队 在重灾区 五进五出 多次联合官兵 营救伤员 慰问受灾群众和救援部队 2010年 青海玉树地震 韩红呼吁全国人民 参与爱新捐赠 而很多人也是冲着 韩红的人设 而纷纷响应 曾经有媒体告出 韩红在救援的路上 曾经发生了车祸 但有幸 私立逃生 但他依然赶在第一时间 为抗震救灾 和灾后重建工作 努力 2013年 亚安地震 韩红以个人名义 捐款50万 并且在鸟巢广场 发起了为亚安同胞 先爱新的活动 接受来自社会的圈子 韩红的助手 小旦 曾经对媒体透露 在地震的日子里 韩红有一张时间表 50%用于慈善 30%对韩红的工作 剩下了一小块时间 还是不能有错 好文 好曲 好韩红 就是谈顿 对必死韩红的包奖 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 平静做公寓的问题 采访过韩红 你有把握一下这个度吗 韩红回答 我想要把握这个度 但每次看到天灾降雨的时候 我就控制不住 想要帮助一些人 他们下注冷冰就要开眼前 事件 有时我必须要完成 因为准备 要担心 估计 八木 9极 可 7 9 10